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印之灰叶猴 没有邻居西黑关长壁园那样的名气 也没有他们那般依赖环境 灰叶猴不受海拔影响 可以随处自在生活 这是个大家族 至少有三十只灰叶猴 它们擅长攀爬跳跃 在树间活动时十分喧闹 细长的尾巴是它们调节平衡的重要工具 灰叶猴早上醒来就要用餐 它们觅食有一定的活动路线 在树冠间快速移动 树枝剧烈摇晃 发出很大响动 印之灰叶猴本就是杂食性动物 在食物丰盛的季节更是吃得随心所欲 这些家伙可没有节约食物的好习惯 果子啃两口就丢掉 树叶也咬得乱七八糟 所过之处一片狼藉 好在这些被丢弃的果子也会成为一些动物的美食 灰叶猴取食的植物种类繁多 随着季节变化 食谱也会跟着调整 它们行动有序 每次都能满载而归 完全不用担心会饿肚子 午休时间到了 灰叶猴家族很快安静下来 这是猴群规律的生物中 它们躲进树冠的阴凉处 开始享受静谧的午后时光 印之灰叶猴喜欢群居 不同家族的活动范围会有大面积重叠 但家族间相处和谐 几乎从不发生冲突 它们与西黑关长壁园的邻里关系也很融洽 灵活的取食策略避免了二者真实的情况 西黑关长壁园领地意识极强 但它们接纳了与灰叶猴同生共存 现在有43群约2000只印之灰叶猴 生活在景东县境内的无量山区域 是国内最大的印之灰叶猴种群 景东遗族自治县 更被授予中国灰叶猴之乡的称号 作为森林生态系统保护的旗舰物种 印之灰叶猴的种群数量逐渐壮大 为无量山的生物多样性 创造了更多可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警方的 Chamber